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2005年的Paper 2第37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就說If n is a positive integer 他就問你這塊是1 over 1加2開方斤n 再減1 over整塊就是1-2開方斤n 這塊到底是等於多少 好 事不宜遲 拿單看紙出來再說 抽題目 到禮拜了 這塊應該是1 over 1加2開方斤n 再減1 over 1-2開方斤n 如果你給我做這條 其實他在考你什麼呢 我覺得他在考你Rationalization 中文就叫做游理化 不過我逐一擊破 先看這塊的線 這個份數 前面這個份數 如果你給我 我就會上下 都會成一個叫做1-2開方斤n 如果你上面成這個 下面也要成這個 所以下面這裏就是1加2開方斤n 或者我移過一點點 令到他漂亮一點 好 為何可以這樣成呢 原因你想真點 上面這塊和下面這塊紅色的東西 你約了就定了藍色這塊 跟上面一樣 我可以這樣成的 好 而事實上 後面這塊就是 我會寫下面就是1-2開方斤n 我在這裏再成一塊東西給他 就變成1加2開方斤n 當然啦 下面成了紅色那塊 上面也要成什麼 同等的東西 就是成1加2開方斤n 為何要這樣做呢 Mr.Wong 其實簡單點說 你約了之後 是不是等於沒有做過這塊東西 完全還原到 為何要這樣做 和這麼多東西不成 為何要成這兩塊紅色的東西 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現在在做過程 叫做Rationalization 中文叫做有理化 假裝的名字叫做Rationalization 其實這條計劃是什麼呢 簡單點說 以後你看到下面沒有開方斤的東西 那你就整塊東西 照得 即是1、2、開方斤n 照得 不過這裏是正的 你擺負 正變負負變正 你跟它唱反調就可以了 將這塊照得到紅色部分 不過正好就變負好 正變負負變正 OK 那你作了這塊東西之後 下面成這塊 上面就要成同一樣東西 弱了就等於沒有 你要這樣做 OK 這邊一樣 整塊東西1-2開方斤n 1、2、開方斤n 這些照寫 不過負變正正變負 所以前面減好 後面就加好 下面作了這塊 你跟上面這塊東西一樣 你弱了就等於沒有做過 明白嗎 而實際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在這個過程 Rationalization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用到 Identity 行等式 即是什麼意思 下面這塊東西就是 A2-B2 即是1、2次 不過這樣說 我group才一起做 你會發現這個份母 跟這個份母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乘先乘後的分別 所以我寫同一起 就是1加2開方斤n 不給那麼多色 就再乘以這個1-2開方斤n 我隨便抄前面那個 好 就再over些什麼呢 就再over上面的1乘以第一塊 紅色的東西 即是你不用乘以1 因為乘以1真的不用理會 就是這塊 再減回這塊 因為乘以1 你不用理會 再減回1加2開方斤n 只剩下小 它寫得好 即是把兩個份母結合 寫在一起 兩個份子就雙減 好了 接著就來 我們先處理下面 下面 其實這塊東西 A加B乘A-B 所以就是A2次 即是1、2次 即是1 即是1 即是2開方斤n 即是2次 1、2次即是1 我不捨 而上面 先處理一下 括弧 即是這兩個箭咀 扔回去 第二個箭咀 扔回去 所以你會見到 前面這塊東西 就會是1-2開方斤n 第一個箭咀出是-1 第二個箭咀出負正得負 就是2開方斤n 這塊的方斤n 對不對 我不如整塊東西再貼上來這裡 好 接著就是來 即是換句說話來說 你會見到1-1抵消了 這裡-2開方斤n 這裡-2開方斤n 所以兩個箭咀畫好一點 放進去 所以你不難發現這裡的下面就是1- 第一個箭咀出2-4 第二個箭咀就是開方巾N整個二次 即是沒有不愛,開方巾不愛 最後,如果你給我做 開方巾N我照寫 我會把符號不要放在中間 你可以放在上面 但我這次不放在上面 我直接把它放在下面 所以其實就是over 就是符號放進去 這個就是1-4N 而事實上,你可以負整個1-4N 它可以給它一個括號 你不給它就輸了,可以嗎? 最後,將括號互測 即是兩個箭咀,把符號放進去 所以最後終極答案 如無意外,上面就是4-N 而下面就是 我們先留意 後面第二個箭咀 又負負得正 所以出正 所以寫這個 好了,就是4N 而第一個箭咀出負正 得負就是負1 所以終極答案應該都是這個 就是4-N over 4N-1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先看看,有 正確答案就是D 4-N over 4N-1 可以嗎? 好了,那就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